9月初我们从洛杉矶出发 先去了西安国家公园两天 然后到鲍威尔湖自驾船五天 在回程之前去了附近的马蹄湾和夏凌阳峡谷 最后在渡城拉斯维加斯住了两个晚上 全程跨越四个州超过1700多公里 期间虽然也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都是有惊无险并无大碍 我们在大漠之中荒野之外 饱赏秀丽的湖光山色 惊叹赵主的鬼斧神功 在此碌碌无为的日子里 又得佛生九日游 9月5日晚 住在犹他州华盛顿市刀片岭度假村 我们在那里租到一个四房一厅的度假屋 平均起来每人的租金才三十多元一晚 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从这里开车去西安 大约一个小时 1969年初 我们几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 跟随在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的父母 去英德武器干校下乡 半年后 干校撤离 我们被安排到英德茶厂当下乡之亲 在那个生活艰苦的环境里 能够拍到如此清晰的照片 真是很难得 他见证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当年尽管我们的年纪很小 但都积极参加劳动 争取表现 后来不是当上了菜班长 茶牌长 私务长 就是成为赤脚医生 小小年纪 即担负起一百多号人 作息劳动的重担 当时怎能料到 我们这几个好朋友 今天能在美国相聚 西安国家公园外的观景台 在出门前 我们去买了两款T恤 女的穿黄色 男的穿绿色 自称为金花绿叶旅行团 我们正好赶在劳工节的长周末出门 到达时才发现 今天的游客很多 公园门外的车堵得厉害 园内的停车场已经满了 我们正准备把车停在公园外 这时建花提出一个建议 不如就把车直接开进去 若是找不到地方停车的话 就坐在车上跑一圈 当作孙悟空到此一游好了 结果证明 这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多走了一条观光路 看到更多的风景 我们从南门入园后 沿着横贯公园的九号公路 向东爬山走了一个多小时 一直开到连接八十九号公路的东门口 由于绝大多数游客 都把车停在入口处的停车场 路上的车不多 沿途的景色很漂亮 天空是湛蓝的 云朵是雪白的 山峰是赤红的 再加上我们穿的金花绿叶团服 显得更加色彩斑斓 途中经过一条建成于1930年的隧道 地点在半山腰的悬崖边上 位置显耀 道路窄小 只能单向行驶 我们在那里等了将近半个小时 才得以通过 去年我们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叫做五朵金花 按个人名字中的一个谐音 称为樱花 东花 梨花 剑花和菱花 樱花和东花现居大陆 梨花和剑花住在美国洛杉矶 菱花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近些年来 我们除了在网上保持联系之外 还经常接办去旅游 国内国外 去过不少地方 只要条件允许 我们都会选择自由行 自驾车 自订旅馆 说走就走 想停就停 既省钱 又自由 如今借助日益发达的网络通讯 就能做到逐不出户 知道天下大事 也变人间美色 但真的想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 欣赏大自然的风光 光听别人的描述是不够的 还是要亲自出来跑一趟才够深刻 我们常对自己的亲友说 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争取到国外旅游 只有见识广了 才能更好地辨别是非 提高自己的水准 我们自带干粮出门 在山上吃了午餐后 才慢吞吞地下山 这时候再去门口的停车场 很快就找到了停车位 西安国家公园游客中心 我们充容地登上了公园提供的免费公车 沿着著名的西安峡谷观景路 深入到大峡谷里去 这条线路是给公车专用的 私家车不能进入 免得造成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在途中没有下车 只是在终点站下来走了一个圈 西安国家公园是犹他州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成立于1919年 占地590平方公里 境内三连叠照 增容仓静 是美国西部著名的旅游点之一 里面有两个大峡谷 北边的叫科罗布峡谷 南边的叫西安峡谷 我们现在来的是西安峡谷 它是由红色与中褐色的 Navaho沙岩构成 长24公里 深800米 三崖之间的落差很大 最低处海拔1117米 最高处2660米 公园内的旅馆和饭店不多 游客的活动 包括步行 攀岩 爬山 漂流 马背旅行等 峡谷内千沟万赫 有些地方非常狭窄 碧莉千润 临巡俏丽 道路艰险 人际稀少 只有一些不怕死的人 才敢去那里寻忧探险 在夏天 这里常有雷震雨 容易造成山洪爆发 洪水的量大 风高 势猛 令人防不胜防 我们在离开西安的两个星期后 听新闻说 有七个四五十岁 从外周来的东山客 在一场暴雨中被水冲走 全部离难 今天我们的金花六月团是第一次穿着团服去公园玩 希望六月趁着金花 钢化 国家公园 西安国家公园很大 只用一天是看不完的 去到那里 若是不去爬山 不去徒步旅行的话 就已失去了许多挑战自我 回归自然的乐趣 但我们的时间有限 只能浮光略营地匆匆走过 据说在圣诞节期间去 会有一番不同的景象 那时候的人少 住宿费用也比较低 说不定风景还会更漂亮呢 下一站是葛兰国家公园 对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